你好,我是董正东 那每一年的年初 我都会分享呢 数位行销或网络行销的趋势 自从2012年开始 每一年我都会录制一支影片 那今年呢 一样我会挑选三个主要的趋势 那我挑选这些趋势的原则就是呢 因为其实如果你上网去查趋势其实很多 但是我只会分享 我会实际去做的 而且也正在做 也已经做的事情 因为呢 我认为只有分享我自己 真的足够认同 并且真的会去做的事情 才能够呢 对你有更大的帮助 或者是提供 让你学到更多 所以呢 我们今天啊 第一个要分享的趋势是影片行销 这个现在呢 是一个影片的时代 自从有YouTube 然后后来呢 有Facebook的影片崛起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呢 平均 光是台湾人 每天花在影片上面的时数 就高达三个小时以上 非常多 不管呢 事实上是这样子 事实上呢 因为YouTube的崛起啊 导致呢 电视节目啊 的收视率的没落 所以呢 像我个人啊 每天吃中餐的时候 我就是拿着手机 开着YouTube在看啊 啊我们家已经没有电视了 所以基本上呢 现在是一个 人人都很喜欢看影片的时代 那过去呢 是一个部落格的图文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的影片时代 好那 这个是 已经是一个现代进行时代 那未来呢 只会越来越多人使用 因为 随着科技的进展呢 呃 你要去托管影片 不管你是翻到YouTube 或者是 呃 你要 例如说 你有制作一些收费的影片 那你要 去找一些影片托管的服务 现在都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了 那现在 问题在于说 你要怎么去 把握这个趋势 好那 就以我个人为例呢 我们在超级行销公司里面呢 我们 趁着呢 2019年的年底啊 推出一系列的 行销影片的制作软体 好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总共推出了十几个 那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呢 因为呢 你要 不管你要经营YouTube 你要在Instagram 还是在各大社群平台 你要制作一些 专业影片 你会发现呢 那些专业YouTuber啊 其实在后制 这些影片上面 花了很大的时间 跟功夫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并没有 那么多时间去学这些专业技能 所以呢 我个人呢 就是切中这块市场 例如说我们有社群影片制作软体 那就是可以制作呢 例如说Instagram限时动态直立型的影片 或者是正方型的影片 或者是长方型的影片 就是适合呢 能够在各个社群平台 的那个尺寸的影片 然后呢 还有一些很酷炫的影片 这些呢 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帮助你 能够呢 更快的去制作 不管是你要打广告 还是要做行销 甚至呢 还有手绘影片 又有一只手在那边画 全部都做得出来 那价格呢 也是非常工档 所以呢 这个是我实际在做 因为一直以来啊 我都 我面临到的问题有两个 因为我不是学美工啊 或是摄影师出身的 所以呢 我面临到最常见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制作图片 我实在是 不知道从无到有 要怎么制作一张专业图片 好 那这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 因为随着现在 有很多线上的 免费的图片制作的服务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好 现在线上呢 你可以找找看 你找得到 有什么可以免费 让你制作影片的服务吗 在台湾 几乎是没有 我是个人没有看过 所以呢 这一块就变成说 在一个 现在几乎人人呢 都在看影片的时代 好 那你作为一个行销人 你当然要把握这个趋势 你就是负责去制造 大量的影片 让别人去看嘛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呃 你也有可能会需要 为你的商品或服务 制作一些简短的影片 例如说 如果你去下广告的话 你就打影片广告 那你就要需要去制作一些 呃 广告用的影片啊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作为网路行销人呢 所需要 要必备的一个技能 所以呢 我们在超乎行销里面 引进这些软体的目的 就是希望 我个人 我们个人也会用 我们自己也会用 然后呢 再分享给大家 好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 去把握这个影片行销的趋势 好 那呢 第二个大的趋势 就是内容行销 事实上 影片行销是包含在内容行销里面 好 所以呢 内容行销的意思 基本上是这样 就通过呢 发布一系列有价值的内容 然后驱使呢 观看这些内容的读者 进入你的销售漏斗 那什么是销售漏斗呢 就是呢 从 获取潜在顾特的 基本资料 一路呢 到 让对方 好 信任你 好 给他免费的赠品 然后呢 一路到 消费 的这一段过程 叫做销售漏斗 那还可以 可以呢 再更进阶 卖完他这个东西之后 如何再更进一步的销售他其他东西 等等的 那这里的重点是呢 内容行销 它是一个间接销售的方式 它是透过呢 先发表一些有用的内容 可能是部落格的文章 可能是影片 可能是广播 可能是线上演讲 可能是PDF档 或什么白皮书之类的东西 可能是一张图文 很有价值的图文或引言 重点就是呢 发布有价值的内容 人家看了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然后呢 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在制度呢 让别人 例如说可以获取 更多的赠品 然后只要订阅你的电子报 或者是订阅你的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进到你的销售豆腐之后 您有设计一系列 要怎么样呢 持续去跟进它 然后呢 让它喜欢你 相信你 然后进而跟你购买 这样子一个流程 叫做内容行销 但是用来解决呢 现在这个年代 广告太过泛滥了 因为我们每天啊 都曝光在至少 数千则广告 面前 所以呢 不管你走出去 门口外面 实体 还是呢 走到网路世界 到处都是广告 那呢 人们呢 其实在网路上 搜寻一些关键词的时候 通常都是会要解决问题 所以呢 内容行销呢 就 逆其道而行 它不直接呢 打广告 它直接先 透过我替你解决 一些问题 然后那你觉得 哎 有价值 有需要东西 这时候再更进一步的 间接的引导你 到它的销售豆腐里面 那实际的做法是这样子 我现在跟你分享这个流程 就是世界级的大师 在分享了 虽然我没有收费 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收费的 所以呢 不要小看现在的这几个关键字 这几个做法 这个是 非常进阶的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做一些所谓关键词研究 去研究一下 在你这个业界 你希望别人搜寻什么关键词 跟你的服务 跟你的产品有关 那接下来呢 你从这些研究出来的关键词里面 然后去下定标题 吸引人的标题 所以 第一个你要确定的是 关键词 是你的商品服务相关的 或是你希望 能够排名比较好的 或者是这些关键词呢 本身有很大的流量 很多人搜寻 但是却很少人呢 去制作相关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设定一些吸睛 吸引眼球的 吸引注意力的标题 然后接下来呢 就围绕在这个标题里面 去创造内容 创造各种形态的内容 不管是影片 部落格文章 还是呢 其他的像图片的内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进到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呢 现在有各大的社群平台 有部落格 有YouTube 有Instagram 有Facebook 有Twitter 有各式各样的平台 所以呢 每个平台上面呢 你在发表这些内容的时候 它可能有一些限制 例如说 如果你要发表 限时动态 那在Instagram里面 它就是直立型的影片 这是很特别的哦 因为在YouTube里面 你放一个直立型的影片 也是可以上传 但是 看起来就很奇怪 只有中间有东西 旁边都是黑的 所以呢 接下来的动作 就是你要转换 把你的内容转换成 适合各大平台的 尺寸大小 形态 接下来才散播到各大平台上 然后用这种方式去 吸引将访客 导入你的销售漏斗中 这个就是现在内容行销的做法 它听起来很花时间 没错就是很花时间 但是呢 这里有张图给你参考 就像啊 你现在在播种 种子一样 你现在撒出去的内容呢 经过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熨量 就会长大成一棵大树 替你吸引 源源不绝的 免费流量 这个是 一个能够让你长期 取代付费广告 的方法 因为你制造的这些内容 就是你的 别人抢不走 第三个 趋势呢 就是对话式商务 它事实上就是在讲 聊天机器人 聊天机器人呢 基本上就是依附在 例如说Facebook的粉丝页 或者是Light at 生活圈 里面的一个小程式 它可以呢 帮你呢 做一些自动化的动作 举例来讲 例如说帮你自动的回复 客服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 聊天机器人比较常见的用途 它最常见的其实是用来做客服 因为很多时候呢 大部分的客人 问的70%的问题 都是重复性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你的Facebook粉丝页 做一支客服聊天机器人 它就可以自动化回答掉 70%左右的问题 但是作为行销用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作为 收集名单用 这个是比较进阶的功能 就是呢 例如说它在 呃 你在 你叫机器人 就是在服务它的时候说 呃不好意思 就是能不能留 请你留一个email 那我们之后呢 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那我们可以 之后呢 送你一个赠品 然后呢 它就在Facebook的那个 你的粉丝页里面 私讯里面就打email 然后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透过一些进阶功能呢 就自动的订阅你的电子报 你就收集到这个潜在顾客名单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是把它引导到销售漏斗里面去 好 那呢 聊天机器人呢 还有更进阶 更高阶的用法 就是直接呢 呃 在聊天机器人里面 直接卖东西 直接收费 或者 透过用导购的方式做行销的曝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例如说你曾经看过在Facebook贴文 有人叫你留言加1按赞 然后呢 就会 呃 可以免费获得什么东西 你就会收到私讯 这些其实都是用聊天机器人做出来的 所以这是聊天机器人的用途 那现在呢 随着Lite8 2.0 在2012年的发布 聊天机器人会变得更加更加的 新生 为什么 我们去比较一下右边啊 Lite8最新的方案 最大的差别就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呢 它依照讯息量收费 以前呢 例如说你月缴800块 你是发讯息发到爽 每天都可以发 现在啊月缴800块 免费讯息 你只能一个月发4000折 天啊 4000折真的很少 你有1000个订户 你一个礼拜只能发一次 就没了 多发的每一折 多0.2块 天啊 这个费用很高耶 你多发一次1000折 就是收200块 所以呢 这个限制呢 就是希望你 不要再群发 而是要精准的发 可是问题来了 Lite本身啊 没有一个什么叫精准的发 精准的发就是 你要把你的订阅者 适当的分众 分为几个群组 例如说他是男生女生 这个在Lite的聊天机器人 本身就有了 的功能 可以分男生女生 但是分男生女生还不够啊 有很多讯息 你是要更精准 例如说他对某个特定的主题 A有兴趣 或对某个特定的主题 B有兴趣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Lite本身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你就需要 使用Lite8的聊天机器人去做了 去更深入的呢 把这些 你的订阅者 分成一小众小众 然后呢 很精准的去发讯息 这样子呢 你才有可能控制在 一个月内 没有发超过免费的讯息 的上限 所以呢 第二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呢 Lite8的2.0 在过去 聊天机器人呢 他一个月 要收3888元 你才可以使用 而现在呢 你只需要 0元 他免费开放可以用 所以呢 那这个问题来了 能够呢 去制造Lite8聊天机器人的 商家又很少 可是 现在的问题是呢 他 已经把它开放了 所以呢 接下来就有很多 厂商会下去 投入研发 去推广Lite的聊天机器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2020年啊 光Lite 免费开放聊天机器人 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趋势 已经打开了 但是呢 我这边可以直接跟你预测 Facebook的聊天机器人 他会完胜 Lite的聊天机器人 最主要的理由是呢 Facebook从来都不依赖 聊天机器人赚钱 他虽然有这个功能 那呢 你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平台 他自己有去串接 Facebook的聊天机器人 你才可以使用 Facebook本身的聊天机器人的功能 但是呢 他其实完全 从头到尾都免费开放 而且他完全没有讯息上线 的限制 所以呢 整体来讲 Facebook聊天机器人的限制 就是基本上是完全给你免费使用 虽然呢 他还是有一些限制 例如说 他不希望你呢 能够群发私讯 然后是发广告讯息 好 那即使呢 在这些限制之下 因为他 就是免费让你用 所以呢 他还是呢 跟Lite的聊天机器人比起来 还是很占优势 如果你去比较一些 现在Lite的聊天机器人 要嘛就是月费非常的贵 要嘛就是一次性费用 要好几万块 所以都是非常高档 非常贵的 所以呢 简单来讲呢 因为Facebook 他是靠广告赚钱的 他不需要靠聊天机器人赚钱 但是Lite呢 本身呢 他没有 他也是有一部分的广告 但是在聊天机器人的这一块呢 他其实呢 主要是希望别人可以用 他可以造福 其实 其实他现在车位 有一点点改变 他呢 可以造福一些 有在研发Lite聊天机器人的人的一些厂商 但是最终来讲呢 Facebook聊天机器人呢 以目前的功能来讲 因为他已经开放很多年了 Lite呢 是今年才彻底的免费开放 所以比起来的话 Facebook 一定是获胜的 先让你们知道 如果你两个要选 请问一下2020年你要先选择 投入Lite at 2.0还是Facebook聊天机器人 答案是Facebook聊天机器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Lite的红利期已经结束了 Lite的甜头啊 已经让你吃得饱饱的了 讯息群发已经没有办法再发到宝了 所以呢现在投入Lite at 2.0 其实你的行销成本是远比过去还要高的 因为呢现在呢你使用的时候 你不能一直发 而且你还要想办法再付费 去买一个Lite的聊天机器人 这样不就是行销成本增加了吗 所以呢现在呢切进去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一个的话 先选Facebook聊天机器人 再选Lite聊天机器人 所以呢我最后给你一个小礼物 因为我们从2019年自行研发的 聊天成交超人 这个Facebook的聊天机器人呢 到2020年已经升级到2.0版 拥有现在最新的Facebook的聊天机器人的功能 那你现在呢可以上网搜寻聊天成交超人 或者是打chatbox.tw 就可以呢我们开放免费注册 你可以呢好好去体验 而且呢有很多免费功能 强大的功能给你使用 所以呢作为2012年的新年礼物 就是让你免费的来研究一下 来试试看聊天机器人 好那我们呢陆续呢会把更完整的教学 使用技巧全部都跟你分享 但是现在呢最后就是送你这个小礼物 请现在就上网去领取吧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